1776年美国独立之后 13个殖民地组成了一个松散的联邦 不但各州保留了大部分主权 而且也没有中央政府 直到1788年批准宪法之后 才选举了第一任总统乔治·华盛顿 华盛顿于1789年上任 并且在1793年连任 根据美国的习惯 连任的总统是不重复计数的 因此华盛顿虽然是担任了两届总统 但只被视为是第一任 而不是第一任和第二任总统 如果一位总统连任失败 但是之后又卷土重来再次当选 那么他的编号会继续 比如说克里夫兰是第二十二任总统 竞选连任的时候输给了哈里森 四年之后克里夫兰再次参选 又打败哈里森重回白宫 因此克里夫兰同时是美国的第二十二任 以及第二十四任总统 而哈里森则是第二十三任 这个视频我们回顾一下 从乔治·华盛顿到现在 美国历任总统的政治遗产 第一任总统乔治·华盛顿 华盛顿为这个崭新的国家奠定了基础 包括从头搭建了中央政府 作为独立战争期间的陆军总司令 华盛顿的威望非常高 两个任期都获得了所有的选举人票 是美国历史上唯一一位全票当选的总统 但是在两个任期结束之后 他拒绝再次竞选连任 树立了总统只能当两届的不成文传统 以及和平交接权力的先例 这可以说是他最重要的政治遗产 您可以对比一下同一个时期 清朝皇权争斗的残酷历史 华盛顿还提出了专注美国利益 保持中立的理念 这影响了美国多年的对外政策 第二任总统约翰·亚当斯 亚当斯是华盛顿的副总统 在华盛顿退休之后击败杰弗逊当选总统 他任内最大的功绩 是在英法战争中保持中立 面对挑衅成功的避免了与法国全面开战 他还任命了约翰·马歇尔为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 马歇尔后来是大大的加强了 最高法院的权力和影响力 第三任总统托马斯·杰弗逊 杰弗逊在1800年的选举中打败了亚当斯 并于四年之后连任 他是美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总统之一 最大的成就是1803年的路易斯安娜购地 从法国手中购买了20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让美国的领土整整增加了一倍 他倡导杰弗逊民主的理念 简单说就是政府不要管太多 保障个人的权利 在他任内 美国废除了进出口奴隶贸易 但是国内的奴隶制仍然存在 第四任总统詹姆斯·麦迪森 麦森被称为是宪法之父 是起草和推动美国宪法批准的关键人物 他也是联邦党人文集的主要作者之一 为美国建立联邦共和政体 提供了理论基础 作为总统 他带领美国于1812年向英国宣战 以应对英国的贸易封锁和挑衅 史称第二次独立战争 值得一提的是 美国的国歌 新条旗之歌 就诞生在这次战争期间 第五任总统詹姆斯·门罗 他最著名的遗产是门罗主义政策 简单的说就是宣布 美洲是美国的势力范围 欧洲国家不能来这里搞事 门罗还从西班牙手中购买了佛罗里达 扩大了美国的领土 门罗的任期被称为美好时期 因为对外没有战争 国内则经济稳定 并且政治矛盾也暂时得到了缓解 1820年国会达成了密苏里妥协 密苏里作为奴隶州加入美国 而缅因作为自由州加入美国 平衡了南北双方的政治利益 同时划定了一条线 大致相当于密苏里以北不搞奴隶制 第六任总统约翰·昆西·亚当斯 他是第二任总统老亚当斯的儿子 小亚当斯的主要遗产 是他对基础设施和教育的远见 他提出建立内政部修路搞基建 提出建立国家大学 海军学院天文台等等 虽然遭到国会反对 大多数都未能够实现 但是为后来美国在科学和教育领域的发展 奠定了思想基础 七任之后 他当选为国会议员坚定的反对奴隶制 第七任总统安德鲁·杰克逊 杰克逊认为当时唯一的全国性银行 由国会授权公司合营 垄断联邦政府业务的美国第二银行 是一个权力巨大且腐败的机构 于是否决了国会法令 拒绝重新颁发许可 并且撤回了联邦资金 经过长时间的斗争 杰克逊获胜第二银行最终倒闭 美国也进入了几十年没有国家银行的时代 他强化总统权力 重组民主党确立了美国现代政党的初心 他的任内还通过法案 为了获得东南部肥沃的土地 而强制六万多印第安原住民往西迁移 估计约有一万五千多人死在了路上 在历史上这被称为眼泪之路 第八任总统马丁·范布伦 范布伦被认为是一个平庸的总统 他继承了杰克逊的衣钵 一方面倡导建立独立的国库系统 将联邦资金与私人银行分离 另一方面继续强化了民主党的组织结构 他对1837年经济恐慌的处理不利 使美国陷入了长达七年的衰退 第九任总统威廉·亨利·哈里森 哈里森是美国在任时间最短的总统 他在韩风中发表了史上最长的总统就职演说 长达八千多字两个多小时 三周以后生病 几天以后去世 总共只当了三十天的总统 他的突然离世造成了宪法危机 因为宪法规定如果总统死亡 职权将转移给副总统 但是没有明确副总统是应该继位 成为总统呢 还是说只是代行总统的权力 第十任总统约翰·泰勒 在得知哈里森死心之后 副总统泰勒没有犹豫 立刻赶赴白宫宣誓究责 声称自己就是总统 而不只是代行总统权力 这也为后世创下了先例 反对派嘲讽他是His Excellency 而不是His Excellency 但是也对这个继承事实无可奈何 泰勒在历史上的存在感很低 但是在离任前签署法案 提议德克萨斯并入美国 开启了美国向西扩张的道路 这也导致了后来的美墨战争 第十一任总统加姆斯·布尔克 布尔克人类通过俄勒纲条约 从英国手中获得了如今的华盛顿 俄勒纲·爱达河大片领土 又打赢了美墨战争 从墨西哥手中获得了如今的加州 内华达 犹他 亚利桑那 其墨西哥大片领土 美国的版图终于横跨东西海岸 实现了所谓的昭昭天明 第十二任总统扎哈里·泰勒 泰勒是军人出生 在美墨战争期间多次率军取胜 成为了国家英雄并晋升为少将 他当选总统的时候 南北双方矛盾激烈 焦点是从墨西哥获得的大片新领土 是否应该实行奴隶制 南方州甚至威胁要退出联邦 泰勒态度强硬 如果你敢分裂 我就会亲自带兵告死你 暂时维护了联邦的统一 然而上任仅仅16个月 泰勒就因为胃病突然去世 并没有太多的作为 第十三任总统米勒德·菲尔摩尔 泰勒死后菲尔摩尔继任总统 他签署了1850年妥协案 暂时缓解了南北方 关于西海岸新领土 要不要搞奴隶制的矛盾 但是其中的逃亡奴隶法 要求自由州必须配合抓捕逃跑的奴隶 引起了北方州的强烈反对 为后来的内战埋下了一个隐患 菲尔摩尔执政期间 美国矛盾重重 他所属的辉格党也南北分裂 其中一致后来成立了现在的共和党 菲尔摩尔被认为是 美国历史上最糟糕的总统之一 第十四任总统 富兰克林·皮尔斯 皮尔斯也是历史上评价最低的总统之一 他签署了Kansas利布拉斯加法案 允许这两个地区自己决定是否要搞奴隶制 这违反了1820年妥协 密苏里伊北不搞奴隶制的约定 北方认为这是南风的背信弃义 导致南北矛盾加剧 成为了南北内战前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皮尔斯这内的一大公计是 加斯登购地条约 从墨西哥手中购买了边境地区 存在争议的7万6千平方公里土地 即如今亚利桑那州南部和西墨西哥州西南部的地区 确立了如今的美墨边境 第15任总统詹姆斯·布卡南 布卡南也是美国历史上最失败的总统之一 面对南北双方日益加剧的矛盾 他不但没有能够缓解调和 而且因为支持有争议的Tensas宪法 以及黑日奴隶德雷德斯科特案的判决 被视为火上浇油加速了内战的爆发 南方七个州在他的任内退出联邦 而他束手无策 第16任总统艾伯罕·林肯 林肯被认为是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之一 他带领北方打赢内战 维护了美国的统一 发布解放宣言 推动第13修制案 废除了奴隶制 他签署宅地法 加速了美国西部的开发和定居 200万人通过这项法案获得了土地 他在格里斯堡演示中提出 民有民智民享的政府 是历史上最伟大的引说之一 林肯赢得了连任 但是在第二个任期仅仅开始一个月就被刺杀 第17任总统安德罗·约翰逊 约翰逊在林肯被刺杀之后继任总统 此时南北战争刚刚结束 他主张尽快让南方各州回归 为此不惜反对联邦政府 保护刚刚获得解放的黑奴的权利 他因为解雇战争部长被国会认为 违反了公职任期法 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被弹劾的总统 虽然最后弹劾并没有通过 但是他也被认为是美国历史上表现最差的总统之一 第18任总统尤里希斯·格兰特 格兰特是南北战争期间美国的陆军总指挥 在共和党的一致退举下当选总统并连任 他推动战后重建 创建了司法部 支持宪法第15修正案给黑人投票权 并严厉打击了3K党致力于南北的和解 但是他的第二个任期内发生过多起腐败丑闻 严重的影响了他的声誉 第19任总统拉瑟福德·海斯 海斯结束了战后重建 从南方撤出了联邦军队 这对南方的政治格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导致民主党在南方长期占据主导地位 海斯是在南北双方的妥协中上台的 在任期间打击腐败 推动公务员改革 试图恢复人们对政府的信任 并且在任期结束之后 遵守承诺没有再竞选连任 对于华人来说还有一件事情值得关注 国会在1879年通过了排华法案 废除了11年前美国与清政府签订的平等条约 但是海斯否决了这个法案 因为他认为美国不应该在没有谈判的情况下 就单方面废除条约 第20任总统詹姆斯·加菲尔德 加菲尔德是美国历史上第二位被刺杀的总统 当时联邦政府的职位被视作是战利品 获胜的总统会大肆认明自己的支持者 加菲尔德支持公务员改革 认为应该根据能力而不是政治忠诚来任命政府官员 然而他只当了六个月的总统 就被一位求官失败的人刺杀身亡 这件事情也引发了美国人民的反思 最终促成了1883年民事服务改革法案的通过 第21任总统切斯特·亚瑟 亚瑟是加菲尔德的副总统 在加菲尔德遇刺后继任 他原本支持政治分赃制度 但是作为总统他转变立场 并签署了民事服务改革法案 标志着美国公务员制度的改革 减少了政治分赃 他还推动了海军现代化 为美国后来成了海上强国奠定了基础 对于华人来说还有一件重大的事情 美国在此期间通过了1882年排华法案 由亚瑟签字生效成为法律 第22任总统格罗夫·克里夫兰 这是克里夫兰的第一个任期 他大量否决国会法案 被称为否决总统 他在财政上保守 试图限制政府开支 政治上想改革打击腐败和裙带关系 但是成果有限 第23任总统本杰明·哈里森 哈里森签署了美国的第一步反垄断法 推动建设现代化海军 他还支持吞并夏威夷 建立珍珠港海军基地 但是在他任内并没有实现 总体来说攻击平平 第24任总统格里夫·克里夫兰 克里夫兰在八年之后再次当选 在他的第二个任期内 他面对了严重的经济衰退 史称1893年恐慌 他坚持金本位 稳定了美元的地位和经济 但是也加剧了国内政治的分歧 他强硬的平息了普尔曼铁路工人大罢工 但是又签署法案 把劳工节设置为联邦假日 第25任总统威廉·麦金来 麦金来带领美国打赢了与西班牙的战争 成为世界强国 开启了美帝国主义时代 战后美国获得了菲律宾 关岛和波多黎哥等海外领地 他1901年获得连任 但是6个月后被一名无政府主义者刺杀身亡 第26任总统西奥多·罗斯福 罗斯福在麦金来遇事后继任总统 后来又赢得连任 他被认为是美国历史上最有影响力的总统之一 在国内他推行公平交易 加强对大企业的监管 保护普通公民 当时美国有很多富人 把景色漂亮的地方纷纷买下来 作为私家庄园 罗斯福推动国家公园建设 为子孙后代保留了很多自然资源 如今很多国家公园都有纪念他的内容 在外交上 他奉行大棒政策 即通过展示军事实力来实现外交目标 并推动了巴拿马运河的建设 罗斯福大大的扩展了总统权力 虽然他来自共和党 但是他的很多政策被视为是进步主义的典范 第27任总统威廉·塔夫托 塔夫托继任前任罗斯福的政策 积极推行反托拉斯法 卸任7年之后 他获得哈定总统的提名 当了9年的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 第28任总统姆德罗·威尔逊 威尔逊是内战之后第一位当选为总统的南方人 也是美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总统之一 他建立了美国的中央银行体系 成立了联邦贸易委员会 大大的增强了联邦政府监管经济的能力 他任内支持并通过了第19修正案 女性因此获得了投票权 在外交方面 他领导美国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推动了国际联盟的成立 但是美国自身却最终没有加入国联 第29任总统沃伦·哈定 哈定在一战结束之后当选总统 目标是结束动荡 主张回归到一战前的正常状态 他采取孤立主义立场 减少参与国际事务 拒绝加入国际联盟 专注于国内事务 他的政策保守 支持减税 限制移民 限制海军军备 哈定在任期没有满的时候 突然病逝 当时的支持率很高 但是随后多起政府丑闻曝光 导致他在历史上名称较差 第30任总统卡尔文·科利芝 科利芝主张小政府 大社会 任内经济很好 被称为科利芝繁荣 然而财富分配不均 股市 房地产 银行缺乏监管 为大萧条埋下了隐患 他签署了另地安人公民法案 为原住民提供了公民身份 在外交上 他延续了哈定的孤立主义 并签署了1924年移民法案 只欢迎西欧和北欧国家的移民 事实上歧视南欧 东欧和亚洲移民 第31任总统赫伯特·胡佛 胡佛上任7个月就遭遇股市崩盘 最初坚持让自由市场自我修复 后期被迫采取了一些干预措施 但是效果有限 最终演变成长达数年的大萧条 当时的贫民库被称为胡佛村 这成为了大萧条时期的象征 也严重的损害了他的声誉 但是他推动了胡佛大坝等大型公共工程项目 为后来的新政奠定了基础 第32任总统 富兰克林·罗斯福 罗斯福是美国历史上 唯一当选四届的总统 也被广泛认为是美国最伟大的总统之一 他在中年时期因为小儿麻痹症而全身瘫痪 最后一个任期身体已经非常差 最终死在了任上 面对前任留下来的大萧条 罗斯福推出新政 通过整顿银行系统 调控生产 开展大规模公共工程项目等手段 带领美国走出了经济危机 这种做法开创了政府积极干预经济的先河 标志着联邦政府职能的重大转变 他还建立了至今仍在保护失业者 老年人和残疾人的社会保障和福利体系 在外交上 罗斯福最初继续奉行孤立主义 但是随着二战的爆发和珍珠港事件 他带领美国全面参战 为战胜法西斯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并使美国成为了超级大国 二战期间 中美成为对抗日本的盟友 罗斯福任内签署了马克努森法案 正式废除了1882年排华法案 但是由于1924年移民法案的配合限制 华人仍然很难有移民的机会 批评者认为 罗斯福过度扩张了政府的权力 他去世之后 国会修改宪法 限制了总统任期 此外 他在二战期间 下令关押日裔美国人的决定 也受到后世的谴责 第三十三任总统 哈里·杜鲁门 杜鲁门在罗斯福去世之后继任 他下令在日本使用原子弹 结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战后他推行杜鲁门主义 支持自由国家 抵抗共产主义的扩张 开启了与苏联的冷战 他推动马歇尔计划 帮助重建战后欧洲 还支持建立联合国和北约 并加入了朝鲜战争 CIA也是他批准创建的 在国内 他延续了罗斯福的新政政策 继续扩大社会福利和公民权力 并且在美军和联邦政府中 开始废除种族隔离 杜鲁门也被认为是一位伟大的总统 第三十四任总统 德怀特·艾森豪威尔 艾森豪威尔签署了民权法案 并且在最高法院裁决之后 派遣军队进入阿肯瑟州 护送黑人学生上学 废除种族隔离 他还启动了洲际公路系统的建设 这对美国的经济和社会 产生了声援的影响 他结束了朝鲜战争 主张以核威射 而不是军事冲突来保持平衡 为了应对苏联的太空竞赛 他批准成立了美国宇航局 总体来说 他维护了战后美国的繁荣与稳定 在冷战中巩固了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 同时也为后来的社会变革和太空探索奠定了基础 被普遍认为是一位优秀和成功的总统 第35任总统 约翰·肯尼迪 肯尼迪最著名的成就是化解了古巴导弹危机 避免了可能的核战争 但是他也批准了珠湾入侵行动 这被认为是一个重大的失误 他大力推动美国的太空计划 提出了十年内登陆月球的宏伟目标 激发了美国的科技创新精神 在社会福利 民权运动 经济政策等方面也有很大的影响 他代表了一个充满梦想和希望的时代 改变了很多美国人对公共服务的看法 他有很强的个人魅力 非常受美国民众的欢迎 但是任其未满就遇死身亡 成为美国最悲剧的总统之一 第36任总统 林登·约翰逊 约翰逊被认为是20世纪最有影响的总统之一 他的主要遗产是伟大社会计划 这是美国历史上最广泛的社会改革之一 包括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民权法案和投票权法案 大大的推进了黑人的权利 他还建立了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计划 推动教育改革 显著的减少了贫困 然而他日内越战大幅度升级 严重的影响了他的声誉 受民权运动的影响 越来越多的人反对1924年的移民法案 认为他是对东欧南欧以及亚洲人的种族歧视 1965年国会通过了全新的移民与国际法 确立了如今美国移民制度的雏形 中国印度菲律宾等亚洲国家 很多人从此可以合法移民美国 这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 显著的改变了美国的人口结构 第37任总统理查德·尼克松 尼克松逐步退出越战 访问中国与苏联也缓和了关系 在国内他打击药物滥用建立了环保署 并签署了第26修正案 将投票年龄从21岁降低到18岁 他还结束了美元与黄金的挂钩 放弃了布雷顿森林体系 任内发生水门事件 导致他成为美国历史上唯一辞职的总统 第38任总统吉拉尔德·福特 福特的主要功劳是在水门事件之后 恢复公众对政府的信任 他赦免了尼克松 这个决定虽然有争议 但是被认为是有助于国家愈合 他完成了从越南车军 还签署了后尔辛基协议 缓和了与苏联的关系 第39任总统吉米·卡特 卡特的成就包括促成戴卫营协议 缓和了埃及和以色列的关系 推动了中东的和平进程 他还签订了巴拿马条约 归还了运河的控制权 在国内他创建了能源部和教育部 卡特在任期间政绩频频 竞选连任的时候败给了里根 卸任之后成立了卡特中心 致力于促进和扩大人权 反而得到了更多的赞誉 第40任总统罗纳德·里根 里根推行减税 减少政府监管 缩小政府规模和开支 他的经济政策被称为供应面经济学 促进了美国经济的强劲增长 但是也导致美国债务和赤字的显著增加 并为贫富差距的扩大埋下了伏笔 此外他对艾滋病危机的处理 也受到了很多人的批评 任内还发生了向伊朗秘密出售武器的丑闻 在外交政策方面 里根强硬反共 称苏联为邪恶帝国 提出了星球大战计划 增加了军事开支 但是在后期与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 建立对话 为冷战的结束铺平了道路 里根有很强的个人魅力 风趣幽默 受到很多美国人的喜爱 是许多美国保守派的偶像 也是近几十年来最有影响力的美国总统之一 第41任总统乔治·布什 老布什发动了海湾战争 把伊拉克赶出了科威特 他还推动了冷战的和平结束 并在苏联解体后 确定了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 在国内他签署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 美国残疾人法案 保护残疾人在职场不受歧视 他在任时经济衰退 并且由于财政赤字增长 他违背竞选承诺提高了税收 但因此疏远了共和党选民 最终没有能够获得连任 第42任总统比尔·克林顿 克林顿上任时 美国经济正在衰退 他实施了一系列的经济政策 包括削减政府开支 提高富人税率 扩大低收入家庭的税收抵免等等措施 带领美国实现了近10年的 持续经济增长 失业率和通货膨胀 都是30多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并且在后期实现了 连续4年的美国政府财政盈余 这在美国历史上是第一次 也是目前唯一的一次 这种经济上的富足 加上他的个人魅力和口才 让美国人非常喜欢他 虽然任内发生了莱文斯基丑闻 并且因此遭到国会的弹劾 但是却安然过关 并且在两个任期结束的时候 仍然拥有66%的超高支持率 是盖勒普自有记录以来 离任时支持率最高的总统 克林顿倡导全球化和自由贸易 签署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并积极参与解决国际冲突 如推动中东和平进程 同时也呼吁北约东扩 他也被认为是二战以后 最有影响力最成功的总统之一 第43任总统乔治·布什 小布什任内最大的事件是 911恐怖袭击 美国随后发动了反恐战争 入侵阿富汗和伊拉克 同时成立了国土安全部 在经济上 小布什接手了克林顿留下的财政盈余 于是实施了大规模的减税 但是随即就出现了巨大的财政赤字 任期的最后一年 还发生了席卷全球的2008年金融危机 这是美国自大萧条以来 最严重的经济衰退 在发生911的时候 美国人同处离开 对他的支持率达到了惊人的90% 但离任的时候 他的支持率只有34% 大约是克林顿的一半 第44任总统巴拉克·奥巴马 奥巴马是美国第一位黑人总统 他带领美国走出了2008年金融危机 美国经济和股市复苏 失业率显著下降 他的另一大成就是通过了评价医疗法案 这是美国几十年以来最大的医改法案 也是很受欢迎的克林顿总统当年想做 但是却没有能够实现的目标 奥巴马一改让2000多万美国人因此获得了医保 这个法案最初遭到了共和党的强烈反对 但是在实施之后 民众的支持率却越来越高 奥巴马还推动了同性婚姻合法化 在外交方面奥巴马从伊拉克车军成功的击毙本拉登 并实现了与古巴关系的正常化 第45任总统唐纳德·特朗普 川普实行美国优先政策 包括贸易保护主义和移民限制 他实行了大规模减税放松监管 但是任期内财政赤字持续增加 在新冠疫情之后的2020财年 更是达到了惊人的3万亿 在司法方面 他任命了三位保守派大法官 改变了最高法院的格局 对堕台权等美国社会的重大议题 产生了声援的影响 在外交方面 他重新谈判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退出了伊朗核协议和巴黎气候协定 同时与中国展开了贸易战 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进行了会晤 在2020年大选之后 川普拒绝承认败选 是自乔治华盛顿设立和平交接权力的先例以来 第一位拒绝承认败选的总统 他也是美国历史上 唯一被国会两次弹劾的总统 第一次是因为滥用职权妨碍国会 第二次是因为2021年1月6日煽动冲击国会 第46任总统乔拜登 拜登带领美国走出了新冠疫情的冲击 他推出了美国救援计划 推动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投资 刺激了经济复苏 但是也发生了严重的通货膨胀 此外南部边境的危机 也遭到了共和党人的强烈批评 在外交政策上 拜登试图重建美国与盟友的关系 他重新加入了巴黎气候协定 恢复的与世界卫生组织的合作 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 他团结西方盟友支持乌克兰 对俄罗斯实施了制裁 在加沙地带爆发严重冲突之后 拜登政府坚定的支持以色列 但是没能够有效的阻止平民伤亡 受到了很多人 尤其是年轻一代的抗议 拜登人类还完成了从阿富汗车军 但是因为过程仓促而受到了很多批评 拜登当选的时候已经是78岁 2024年虽然获得了足够的票数赢得党内提名 但是最终决定退选 最后感谢一下我们的客户 请扫描二码链接 我也会放在视频底部 Airclass中文思维与数学网课 适客送30美元 Tello美国性价比最高的手机套餐 月付最低只要6美元 Surfshark性价比最高的VPN大厂 华人生活馆 北美华人喜欢的厨房电器 周生生 华人新来的金氏品牌 香港官网全球发货 我是Derek 请留言点赞 订阅转发 感谢您的支持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